苏禄苏丹后裔申请扣押国有在海外两家子公司的课题 这几天在国会朝翻天 那么在多名反对党和沙巴议员多次要求 在国会辩论这个课题时都被议长挡下之后 今天民心党主席兼沙巴州议会反对党领袖沙菲尔 也在沙巴州议会挑起这项课题 但同样也是被州议长给挡下来 沙巴州议长今天以被捕会的议题不能再提成为理由 拒绝沙菲尔的动议 沙菲尔强调虽然这是隶属中央政府管辖的课题 但他要辩论的是沙巴的保安和主权课题 而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沙巴再发生入侵事件 但议长依然驳回了他的动议 而行动党古来国会议员张燕群今天也向媒体表示 所有反对党国会议员都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出席今晚8点30分 由三名部长望朱乃迪、穆斯达法以及塞夫定阿杜拉 主持的苏路后裔所长课题的解报会 但他质疑为何选择在酒店以闭门解报方式说明 而不选择在国会下议院辩论这件事呢 昨天我们有提到沙巴原属于菲律宾南部苏路国的领地 苏路苏丹在1878年时跟当时的殖民地公司签署了一份天荒地牢 直到没有太阳和月亮为止才期满的割让租约之后 这块土地就从此不再由他来管辖 但是在这份租约签订的37年之后 苏路亡国自己就不再看到太阳和月亮了 从1915年开始苏路国正式灭亡 那到底苏路亡国是怎么样亡国的呢 翻开历史 1457年苏路亡国在今天的菲律宾南部建国 但是从16世纪开始西班牙入侵苏路地区 苏路亡国开始了持续近三个世纪的反侵略斗争 当时的西班牙把这片菲律宾南部地区称为摩洛兰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 西班牙战败 西班牙就从南美洲和太平洋的岛屿退出 美国人接手之后经过多次战争 还是没有办法占领摩洛兰 最后美国人就不得不转而借助外交手段 跟这些南部的穆斯林进行政治谈判 1899年美国和苏路苏丹签订了巴特斯协定 在协定当中保留了苏丹的权利 美国人不进入菲律宾南部 但四年之后的1903年经历过美非战争之后 美国强行在苏路建立了摩洛省 开始对苏路实行军事统治 苏路苏丹的权利也开始大受限制 那么到了1915年在威逼利诱之下 美国驻菲律宾摩洛省总督 以及苏路苏丹基朗二世签订协定 苏丹被迫放弃在苏路的世俗统治权 只是保留宗教领袖地位 自此之后 苏路就被并入了美国统治的菲律宾 苏路苏丹王朝正式灭亡 而事实上经过200多年的变化 所谓的苏路苏丹只沦为一个家族世袭的称号 他的后裔不同之脉 也互相争夺正统地位 早前入侵沙巴的拉仁莫达阿兹穆迪基兰 就是其中一支的支脉 是苏路苏丹迦马鲁基兰三世的弟弟 不过却宣称自己才是苏路苏丹正统的继承人 但没有得到全部支脉的认同